上一集说 我为我的狗子们和猫咪们 建了一个三千多坪的大山寨 并且它们全都入住完毕 猫孩子们都搬进来了 该轮到我了 这家伙这屋吐司壁啥也没有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没有水啊 没有水可不行 先打口井吧 在这打口井 先选一个井口 然后我再挖一个泥浆池 然后我就 这一堆配件 开始吧 戴凯的电线都已经埋进去了 因为这块需要接一个电源呢 来吧 咱们试试好不好试 好 好试 这是一个过滤罐 井水出来之后通过它过滤一下 然后蓄水罐满了之后 通过这个压力泵 给整个管线提供压力 这里的水到一半的 来吧 咱们试试机器 运行正常 哎呦 水闸没开 停的流水的动静了 行 各个地方都不漏 这也不漏 看看通水怎么样 哎呦 哎呦 OK 第一步 还是先解决隔热的问题 先刷一遍隔热漆 哎呀 刷好了 这隔热漆我定的明明是绿色 怎么这色的 它跟白漆似的 行啊 也挺好看 接下来是贴隔热膜 哎呀 好了 贴好了 这隔热膜 这回贴的不是黑的 是这种银色的 看镜面的反光效果 哎呦 这回屋里阴凉多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 吐司壁的屋子 简单布置一下吧 来 一二三 哎呀 怎么样 床帘我都安完了 床 衣柜 书桌 电脑 然后我把他俩的这个 有毛发架也搬来了 待会我再给床上铺个床立 床立是必须得要的呀 我这新床新垫子 我不能让他给我尿了 好了 接下来 还得按一个围栏 我必须得按一个围栏 我要按到顶 保证他俩 不可能溜出来 这脚 这围栏 这可真是够大了 按完了 这个高度其实就够用 他俩蹦不上来吧 不行 不能冒险 我必须把钉上也得放死 哎呦 绝对结实 这丑的 怪怪真的 来我看看里面的视角 哎呀 这角更像了 防水床立 先铺上了 哎妈还是个格格的 跟这笼子一拼 更配了 哎妈一看就是体质内的 差不多一条广告啊 这我给他俩准备的猫杀 我一共好像就推过两款猫杀 都是他家的 然后之前不是那个矿杀吗 这回吧 这个屋子比较小 所以我就用这个豆腐猫杀 豆腐猫杀这个稀味比较好 最主要是他价格也不贵 然后效果还好 行 放在出窗了啊 有需要的你就自己背点 好了猫杀杀的都准备完了 行 去去那臭小子 和我姑娘回家 来吧来吧 咱们到家了 咱们又换新家了 出来 哎 哎呀呀呀 放你了 来 出来吧 哎你大爷 你给我干哪呢 这人是国内吗 好了 我姑娘儿子都来了 所有猫孩都在这个院子里了 行了 今天就到这吧 我得整点吃的了 明天我给你们更新 这些猫孩们的各自状态啊 同志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